这个动作有点欺负人 对 前提史上非常有佳话的 这么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 其实两个国家的国情也都特别相似 国家都不是特别的富裕 很多的拳手通过当职业拳手取得好成立之后 改变了生活 改变了命运 所以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顽强拼搏的 又是一个左是一个又是 对 菲律宾这又是个左撇子 对 刚才主任也介绍了 这个两个 安卡加斯是左撇 对 画面左侧身穿红色短裤的 刚才多少事也介绍了07年是07年吧 这个世界杯 河亚班的世界杯 对 萨克拉门托 六场比赛 菲律宾打墨西哥 双方各六个人 墨西哥五个左撇子 不是 菲律宾五个左撇子 菲律宾五个左撇子 刚才你也讲了 菲律宾军舍安卡加斯 他也是帕克奥推龙斯旗下的一个经验拳手 这说到帕克奥 帕克奥一个人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 跟多少墨西哥高手共招 是 对 莴莱莱斯 巴雷拉 对 多了 相当多 马奎斯 马奎斯 对 他和墨西哥拳手交锋当中只收过两场 一个是马奎斯 几番战之后的一场 输给了马奎斯 另外输给了莫莱莱斯 三番战当中的一番战输给了莫莱莱斯 这个级别的体重是115磅 应该说这是继去年IBF在北京召开年会之后 又一场IBF的拳王之马赛 对 那场比赛是次队停降级 凯西米罗对伦隆 对 结果伦隆因为降体重降出问题 结果身体发软被对手给击倒了 当时来自菲律宾的卡西米罗挑战成功 现在卡西米罗也升到这个级别了 我记得当时伦隆在长城上我们称体重的时候 他超7磅 对 伦隆的个本来就很高 对 他又是瘦高型的那种选手 安卡加斯的绰号叫漂亮男孩 这个墨西哥选手罗德里格斯呢 他的叫Toretto 我们看他的这个 呃 剃鞋山上都有这样的车号啊 包括他这个我们看腰带前面的 对 这个实际我查了一下 这是一个西班牙语 他是西班牙 不是西班牙语是墨西哥啊 东海岸一种特别受欢迎的鸡尾酒的名字 哦 叫Toretto 说不定可能是啊 他在墨西哥当地也是很受欢迎的 我们看了Toretto啊 这个他的团队在底下不停的喊他的绰号 Toretto 我们看他这个团队这个穿的T恤的Fear 英文是令人生畏的啊 对 对人生畏的 呃 运杰这个这场比赛之前我看到IBF的主席啊 啊 people是今天特别从美国赶过来了啊 他特别的激动啊 呃 当他知道这个赫瑞兵在中国的影响力啊 收拾人群啊 啊 这个 显得特别的幸福 他认为这个职业拳击特别F IBF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说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啊 还有 希望这个赫瑞兵呢能够年年 有IBF的这个拳手 拳防战胜参与 也希望中国的职业拳击呢 有更好的发展 第一回合双方还是属于哈 试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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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说对这个墨西哥的拳手和全球店来讲啊 每次和这个菲律宾的拳手争霸的话他们有一种 特别的这个获胜的欲望对 一说跟这样的选手打就有斗志 充满了战斗的欲望 所以我们经常讲 只要是这两个国家选手比赛 这比赛一定不会成本 我想跟帕克奥 打败了多名的墨西哥高手之后 应该说墨西哥全球界 有一种激发了他们的这种斗志 另外确实在小GP上 我们看菲律宾的选手的水平很高 对 成绩也很好 这个罗德里克斯 曾经获得过WBC的青年 国际次卫青年级的冠军投行 这个罗德里克斯应该对头部的防御要延一点 他已经吃了对手好几次后拳了 往他一顶 人家一赢 你看 又是一下 后手的勾摆 就是这个菲律宾选手安可加斯的这个后手就是锁手 在这种摆拳直拳有危险 如果这一个四的确实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这比赛精彩而且两个人都打得非常干净 对 干净 谁都没有那种丧动作 这个安可加斯还是有实力还是有水平 打得特别的沉稳 不乱 节奏也比较好 非常清晰 清晰 不乱 好 看 漂亮 抓得好这机会 这是罗德里克斯脸上的凡水抹的也太多了 你看 安卡加斯的左撇 左势占了一些便宜 对对手有点不适应 你看他的后手 漂亮 先摆 漂亮 在前我看了美国的一篇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 他们认为 安卡加斯这次是冒着 就把2比F这条冠军金销带作为赌注来接受罗德里克斯的挑战 就是说这场比赛呢 罗德里克斯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名为拳手 确实啊 32胜19次KO 这样一个战绩也是相当出色的 漂亮 漂亮 你看这个前手的 连续的前手的这个直拳刺拳 打完以后左右转身 你看 非常 这个左胜对右势 打完之后的左右转身非常关键 对 对 对 有板有仰的 但是罗德里克斯的这个左勾拳 总是瞄着这个安卡加斯的这个 右侧的软肋 打完就走 漂亮 你看 打完以后 向对手的这个前手方向转 对 这个左是跟右是打旋转的方向 一定要头脑清醒 对 别往对方后手那边去绕去 那就给送上去了 别往枪口上转 漂亮 看 现在看安卡加斯啊 对这个距离和节奏的控制挺好 而且他的前手的直拳 连续的运用 成体系 对 他现在已经在过去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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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现在也已经在过去 他在过去 现在的过程中 对 对 前三個回合,衛冕關鍵,菲律賓先生安康加斯打得比較主動 一般你看,他基本都是先出拳,也是為了壓對手的前奏 對,對,對 你看 漂亮,拉開距離 羅特里克斯總想在中間距離上發力 但是呢,確實對方把距離控制得好好的 你看沒有,往後一撤完就馬上反擊 一往撲的話就贏你 哎呦 你看節奏輕重 漂亮,這麼打著打著 這羅特里克斯就快被對手給摁了 這拳都遞不出去了 你一動,對方先動 都是他的節奏 對,對,對 你看看,加斯這技術全面 中進,中遠都行 不是不行 有機會,完全和你,跟你正面碰撞 這個羅特里克斯 這個羅特里克斯這個前手的次拳之間應用的不多呀 對,總是抱著頭往上 希望能夠在中間距離上和對方作戰 他現在是抱著頭,直接往上走 你不出拳 不出拳 另外一方面,他這個拳也被對手給摁住了 對 你看看,你總是不先打 你能打得出去嗎 安卡加斯那個拳也密 密,密 沒機會我就走 你馬上就走 牽著你走 我想打就打 我不打,我不想打我就走 哎呦 退 好了 好 好 好